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得有技巧去追 比如说女生说她是单身 你会怎么会呢 有什么高情商的回复呢 下面男生高情商的回答 女生看完了瞬间猛逼 第一 学会带领说到聊天 很多男生会说 跟女生没有话题 词穷 只能不断讨好和约她 感动她 你要明白 聊天是需要带领的 情绪上跟着你走 就好像邀约她玩了一场游戏 比如 女 我单身男 你可以聊我啊女 我不会 你叫我啊男生正确回 会不会不重要 反正你聊不到我技巧分析 女生说单身 很多会说我追你 会显得很被动 女生会反问 你有什么优点啊 我为什么选择你 聪明人是反过来叫女生去追她 你去筛选她 制造自己的不可的性 第二 细心女生是细腻的 如果你能够发现她的点点滴滴 她会让你走进她的心里 很多小细节是等着你的发现 并且不经意透露出来的 比如男生 你的手很修长女生 是啊男生 但是没有擦指甲油 看来你是个简单不喜欢宣扬的女孩 技巧分析 善于观察一些细节 能够透露出女生的爱好 生活习惯 她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懂她 愿意跟你打开心扉 说一些心里的悄悄话 第三 学会打情骂俏跟 女生打情骂俏 也叫情感投资 可以有效的让感情升温 让她对你越来越主动技巧分析 女生说要打男生 男生回 打了要负责 是要跟女生拉近距离 前台词是打坏了 要做她的女朋友 女生的回复比较理性 说她不可能心甘情愿被她打的 男生接着推开女生 说还是不要打了 怕你会爱上我 这样一拉一推 搞得女生的情绪波动很大 现在是想打还打不着了 老司机叫过很多不会聊妹的直男 他们的聊天 一天到晚 都是在问 在干嘛 吃了吗 睡觉了 聊天最怕的就是没话找话 这样很容易尬聊 一来会暴露你的需求感 让女生觉得你想追她 二来你不会聊 女生心里想这人有毛病吧 整天来烦我 然后更加讨厌你 就把你拉黑了 宁可少交流 也不要没话找话 这是追女生的一个不屈 自古真情留不住 总是套路得人心 这年头没点套路怎么聊妹 修车俱乐部 一个分享最新聊妹套路 教你如何追女生 和女生聊天约会的公众号 老司机开车 来不及解释了抓紧上车 让你快速脱单 据说点赞评论 转发的都脱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